在你心目中 什麼才是第一呢 事業第一 家庭第一 財富第一 還是感覺第一呢 歡迎來到第一會客室 我是陳堅 在這裡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她是香港出生的著名數學家 深入各領域研究 成就非凡 我自己的性格是有一些好奇心的 所以我去很多這個開會什麼東西 通常我都不單只是看我自己領域裡面 還有其他的 我有興趣我就去聽一聽 她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助力國際工程發展名揚四海 我覺得這個 我應該可以做一點貢獻 就是我現在認識 可以變化一些我就可以去 她滿懷好奇之心 鼓勵年輕人勇於嘗試 她推崇開放式教育 希望學生找到自己所愛 成就自己 她就是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陳帆昌 陳校長您好 你好 我知道您是中學畢業 就去考入美國的大學了 在美國待了差不多接近40年的時間 那麼在您的這個教學生涯 研究生涯都發展得非常的順利 那麼就在09年的時候 你是在全球600個申請者當中脫穎而出 成為科大的校長 其實當時你覺得能夠拿到校長這個職位 您的優勢在哪裡 這個主要你要問那個校統會 那個時候他們選擇我的 可能是首先是 你要當科大的校長 你要當然在科技方面有一個背景 那個時候我在美國也當過這個理學院的院長 在UCLA的時候 是 還有我在這個美國的那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裡面當那個副會長 什麼什麼說 所以對於這方面我也有一點經驗 還有國際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那個原因 還有我是 很多人以為我是因為是香港長大的人 所以我落葉歸根是不是怎麼說 是吧 可是也有一點點 可是主要不是怎麼說 主要我是那個時候 有很多獵頭公司找我的 因為吸引我的那個時候 最重要就是科大 當然回香港也有一點好處 因為我自己比較 我以為了比較習慣 其實也不容易了 因為70年前的香港 跟現在香港也不一樣 所以主要是因為科大 所以我也有興趣回來 陳凡昌年少時期就赴美深學 在那裡不斷深造研究教學 近40年 他曾經就職於耶魯大學 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並在2001年出任UCLA自然科學院院長 多年研究積累 陳凡昌被稱作是 世界上最常被引述的數學家之一 被推薦的論文數量超過200分 在他指導之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 更是高達60人 可謂是逃離滿天下 2006年 陳凡昌出任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 每年管理超過10億美元的科研經費 助力美國乃至國際科學領域的發展 然而三年之後 陳凡昌離開了美國 在09年9月1日接受任命 成為香港科技大學第三任校長 這一次贏過半百的陳凡昌 在迎接自己人生崭新挑戰的同時 也背負起了原香港科學夢的使命 從一個學者來說 你也是一個創新型的學者 那麼當你來到科大 你的願景是怎麼樣的 希望帶領科大走向何方呢 首先我們前兩任的校長 吳校長 祝校長 他們也做得很好 所以第一個任務就是 不要弄虧的他們做的功夫 可是我老實說 我覺得 香港那個時候是六七年前 這個在歷史方面你看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步 因為這個香港自己的發展 中國的經濟發展 發展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有在香港 尤其是科大有一個機會 在五年十年裡面 可以再高一層 在這方面再進一步 就是不單只是要做一個新的學校 要在西階大學界裡面有一個地位 可以再進一步 就是要做一個 有一點領導性的學生 研究型的大學 我覺得有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挑戰 我覺得是 整個人生裡面只有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試一試 就是這個意思 是 那麼在過去的六年 您覺得在您的帶領底下 科大取得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我這些非常很多方面的 我覺得 首先我覺得現在 科大正在西階大學界裡面 你去西階最出名的大學 你去 我剛剛去了哈佛克 MIT和科隆比亞 你去歐斯福克 你問他在亞洲裡面 有什麼學校是做得好的 跟他們是同桌成起的 接軌的 他科大一定是其中意見 我覺得 這個很明顯的我覺得 陳帆昌從美國回到香港 為香港科學教育 帶來國際視野 然而他開闊的視野 並非是與生俱來 經歷了漫長的演變 陳帆昌說 14歲之前 他的世界基本是局限於 香港燒雞灣的亞公園 讀書做事全靠步行 當年的他 連坐車到銅鑼灣也會暈車 但是正是這樣一個 較為封閉的成長環境 使他對外面的世界 充滿了好奇 驅動他去探索一個 更大更美妙的世界 我沒記錯的話 您應該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對 成長在香港 燒雞灣那邊的這個實況場 對 那這樣的一個環境 是比較旅行的一些人 對 很旅行的 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況 那個時候 首先整個香港跟現在很不同 那個時候當然有一些人是很有錢 可是大部分社會的市民不是很有錢 好像我住的地方 我爸爸是唯一一個讀過大學的 是嗎 一條圈 兩千人左右 只有一部電視 我覺得這個世界 畢業那個足球的時候 就是只有一個電視 我家裡面沒有冷氣 沒有冰箱 沒有自己的廁所也沒有了 可是很普遍的 所以我不覺得是什麼奇怪 我上學 我不用做車子 就是附近的 走路就可以 所以是那個圈子 我的世界是很小的那個時候 沒有物聯網的那個時候 對 那一定沒有 可是有書本 是 有電影 也要跟其他人談話 所以也有自己的眼光 是不是 好像我看這個 所以書本上面 好像我科技方面 好像我讀書的時候 我書學 物理那方面是 就比較讀得好的 因為那些是國際化的 這個沒有 香港的物理 香港的書學 你書的物理都是全世界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 我的渠道來看到世界 因為我看的書都是外國人寫的 是不是那個時候 陳帆昌在回憶自己 兒時生活的時候說 他成長的亞公園 那裡實況場 每天都會爆破兩次 爆破的時候 整棟房子都在震動 我們仿佛能夠看到 當年這個對世界 充滿好奇的木屋少年 在嘈雜的爆破聲中 打開了一本本書 透過文字的力量 豐富著自己的想像 勾劃世界的輪廓 中學時期 陳帆昌就讀於 位於燒雞灣柴灣道 十六號的慈佑英文中學 在這所教會學校裡 陳帆昌接受神父的教導 跟來自愛爾蘭的老師學英文 對世界的嚮往由此蒙發 在他十四歲那年 剛剛通過中學會考的他 有了申請香港名校 黃仁書院的念頭 這是一所位於 銅鑼灣的頂尖中學 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地苛刻 而陳帆昌鼓起勇氣 搭起從燒雞灣到銅鑼灣的巴士 邁開了他人生版圖上 重要的第一步 史萊姓其稳 teren measurement Queen's College lakda ni 維多利亞的王后那個時候 這個是香港的官校 是慣例的學校 可是我有一个同学 他可能层次比我好一些 他就去报名 他说我们一起去报名 这个Queen's College 他说OK 我跟他去 因为他是住在北角 比较近那个 我在住在上西湾 我就去 那么我的会考的层次 也算不错 可是也不是很好 OK 所以我去问他那个时候 拿了个申请表 他说你的层次不够 我不可以给你的申请表 申请表我拿不到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七七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颓爽 我觉得哎呀 这个我给人家reject 他不要我OK 两个礼拜以后 我这个同学 他打电话来叫我 他说陈凡强 我现在这个 他进了网友 他说你们有多了一个位置 空了一个位置 真的可能有一个学生 就是移民了 不知道或者换了学生 我不知道什么样子 他说也稀释嘛 他知道我想去的嘛 那个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不要再去 我不要给人家reject我两次 是不是 我在这边读了 我在旗幼里面 也挺好 他很想我留在哪里啊 我在哪里 也算一个好的学生 我组球队也什么东西 我在里面啊 所以我 我首先我要不去 可是后来我妈妈跟我讲 为什么不去 没有什么付出的 你就高半天价 你就去嘛 是 我说好啊 这样我说 那么我去的那个时候 我就见了他们的副校长 这个副校长是英文 我觉得他很高很高的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所以我还以为 他会给我一个考试 他就面试我 我见了他不过五分钟 他就受了我 他真的明天来上课 所以后来想一想 结果我还没去的时候 他已经受了我 他不是给我面试 那五分钟里面 你可以问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 他已经有一个空位 他已经知道我的层次 他知道我有信 他也有信 所以说 顺利成将就是给我 所以我后来得到一个灵感 就是你尝试你不一定成功 可是你不尝试的话 一定失败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明妈妈对你的这次鼓励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可是他一个很保守的 典型的这个中国的妈妈 她可能心里不认意我 到国外读书 可是她没有跟我讲一句 那个时候没有讲 以后也没有讲 可是我现在想一想 因为我认识很多现在的家长 我觉得她心里面 可是她没有给我压力 一点也没有 非常好的母亲 她说你自己决定 从木屋少年到名阳四海的数学家 陈凡昌如何走上科研之路 我听到这个有一个诺标 诺标奖的 住在这个加州理工里面 叫CIT MIT很多人听过 是 可是CIT没有人听过 任职科大校长 领航科学教育 陈凡昌又如何展望香港未来 20年以后 我们香港科大有出了一个诺标 第一会课室 陈坚对话陈凡昌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第一会课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从黄仁书院毕业之后的陈凡昌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香港大学医学院 然而 她却没有选择 走这条顺理成章的从医之路 而是怀着尝试的态度 申请到更远的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攻读物理 而这个选择的决定 却是源自于她 对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Richard Feyman的崇拜 当陈凡昌在杂志上 看到对她的报道 便立志要成为另一个 Feyman 就此契衣从里 走上了科学之路 首先我去美国是 因为我喜欢这个物理 香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因为我听到这个有一个 Nobel Nobel奖的 就是说在加州理工里面 是 我说报名的意见 我说又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 没有人听过的 那个是Caltech的 叫CIT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很多人听过 是 可是CIT没有人听过的 我都不理 就是这个最好的人 我就去哪里 冲着这个心中的偶像 可以这样说吗 像一个CG 最出名当然是Einstein Einstein 我看你 算这个前五名 这个Feyman一定在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 这个那个时候我也不大清楚了 我是中学生 可是我自己有一点理念 我有一个理念 我要做哪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我决定我去那个美国 我去那个加州理工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离开香港 第一次坐飞机 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我一点不知道 我觉得这种追求 是绝对人一生的 梦想 你有这种梦想 一个基础 你说当时那个年代 能够考上港大 就是现在我们的词来说 肯定也是要学霸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考上 港大的医科呢 对不对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梦想 你有这样的一个偶像 如果我真的要读这个 跟物理方面有关系的 我一定去美国 因为那个最好的嘛 是 我觉得您的性格很有意思 其实你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方面 是非常执着的 但是你在处事的时候呢 又是非常的flexible 这两者很辩证地 统一在您的身上 每一个人要 因为有些人不是嘛 他很专注的人 可能他就一条道 走到黑 可能成名成家 对不对 有的人很变通 可能他又做另外的一些领域的事情 我是比较喜欢变的 你看就一开始你选择了 追随你的偶像 物理的诺贝亚奖获得者 去了美国 然后学了物理之后 你有转向 学这个工程了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 对 这个很奇怪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很喜欢物理 我觉得物理就是世界里面的秘密的 这个主要的 是 解开的方法 所以我去读书的时候呢 我就是读很多物理的课了 是 我考试考得很好 我都是A加的 胡信文那个时候想了一想 我说为什么我考试考是怎么好 因为考试好 不一定是你做那个领域的研究好 这个不同 所以OK 为什么考得好 因为我做这个问题里面的数学问题 我做得好 如果我要做这个一流的物理家 我一定要知道怎么出那个数学的问题 我要考试这个物理里面的细想 我说我没有这个天分 我说我知道那个Feyman 你怎么会知道你没有这个天分 让我知道 你感受到了嘛 这个很神奇 你看他的 你看怎么这个大师 你看他的想法有不同 他说怎么要怎么说 就出了这个出来 你说我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出了这个出来 可是出了这个出来 我会也解 这个有意思 你每一个领域有不同的 你要直接感受到的 在满怀好奇中学习知识 陈凡昌却从未停止对自我 以及对学术发展的思考 到了美国 他依然保持着不断尝试的一贯风格 人生连续转了好几次的弯 从木里转修飞机工程 拿到硕士之后 又一路向北走到Stanford 当上了计算机博士 在修读博士时 陈凡昌发明了 Chance SVD方程式矩阵方法计算 把当时谷歌搜索器 每天使用的矩阵计算 推快了一倍 陈凡昌曾经说 回想当年的这些决定 他发现自己 从未在意过就业前景 而是一心追随自己的志趣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陈凡昌在学术道路上 越来越有成就 我读那个飞机工程的时候 我毕业了 可是我看到毕业里面 我觉得CALTEC这个课程 就比较理论 我说我做了什么东西 都没有碰到那个真的飞机 对吧 我怎么设计这个飞机呢 那么我问那个教授 我毕业说 我真的去找那个教授 我说你怎么设计这个飞机 他说现在不是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说先就用电脑 用电脑来 以前用风洞的嘛 你知道吗 对 这个叫wind tunnel 是 现在差不多大部分 都用电脑 所以我说如果有电脑 这个迷妙的东西 那个新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我不读这个电脑 因为我物理 初学我已经懂了 我就问他 在什么地方 读这个电脑才最好 我说他说 你去北边吗 去那个西丹福 那个时候的标准 老师说 没有现在的标准怎么出名 有一个风险 因为你读那个电脑 你不知道好像现在 你现在看上去 你没有电脑 不会生存的 对 那个时候不是的 那是哪一年呢 1973年我去Stanford 1973年那Compher 真的是还不普及 不要就撑出来听到过 当然不要说这个Google Apple 所有都没有 对 不能够按部就班 就刚才我也想 一直问的一些问题 就是现在你的这个title 大家对您的评价 是一个知名的数学家 同时又是一个校长 没有真正主修过数学 在你的这个教育背景 怎么成为一个知名的数学家 冒冲的 我是冒冲的 这个荣誉怎么来 你是怎么样靠自己 跟教育背景不相符合地走出这条路 其实很简单 你到这个学习的江湖 没有人看你什么学位 没有关系 这是在西方比较多 你做了什么东西 就看了层次 你读过读过 有没有什么读过 初学的学位 没有关系的 其实你一直是在变的 可能一个项目 你研究过十年 你又转方向 对 这个是一直是在尝试一个新鲜的东西 让你的人生充满的惊喜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有一些好奇心的 所以我去很多开会什么东西 通常我这不单只是看我自己的领域里面 还有其他的 我有兴趣我就去听一听 因为你那个领域 尤其是科技变化怎么大 怎么快 没法计划的 如果你整个系列都是做同一个领域 你的创新的机会没有这么多 对 那么我就通常花一点时间试试 不是全部放弃我现在做的 那么做到如果有一些成就的话 我就变 我喜欢音乐 我自己可以弹一些吉他 可以弹唱我记得您还对吧 我唱都不可以 如今的陈帆昌是极具亲和力的校长 世界知名的教育家 然而回想当年 面试美国加州理工的时候 他告诉面试官 想在美国当教授 还引来了一阵笑声 被反问说 你知道美国的学生有多难教吗 然而之后 他却真的当上了教授 教起了美国学生 如今回到香港 陈帆昌对比中西教育理念之差异 审视社会文化之迥同 对教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这个学界您在美国差不多待了接近40年39年 然后回到我们大中华的这样的地方是您的故乡 但是你觉得美国的学生和中国的学生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还是说只是一个教育制度的不一样 有一些区别 可是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首先大家都是人 本身的技术没有分别 我们的DNA的机认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OK 可是环境的因素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一套孔子 对 他就说你要尊敬老的比较有经验的人 要卸位又要和谐 对 这个很好 我觉得西方的文化是主要尤其是美国 个人很重要 自己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己请教自己的道路 所以我觉得最好是把两个好处合在一起 这个社会演化发展得好的话 这个就会变得自然一些 如果你说是不是美国的大学生 比我们中国的大学生聪明不死 其实美国很多很出世的学生 都是亚洲去的 是 您看作为一个数学家 可能你是在数学方面可能有突破 在领域当中知名 但是作为一个校长来说 你是对这个社会培养人才 这个使命感会更重一点 那么您看在您自己本身来说的话 在美国这个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个中国现在已经第二大经济体了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人才竞争 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么您觉得我们这个科大的学生也好 中国的学生也好 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将来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盼 2011年的时候 是我们学校20年周年 是 那个时候我刚刚来了一年多 学生就搞了一个项目 就是说UST Great Minds 就是找十个教授 每人讲十分钟 想讲你的愿景 其中一个就是 我说20年以后 我们香港科大有出了一个Nobel OK 我说20年以后 还有另外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苹果 刚刚出了一个iPhone和iPad 所以报纸上面很多在纽约 在香港排队 很多香港在排队买这个东西 我的期盼就是将来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中国人创 中国人创 Nobel还没有 可是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化学 里面有一个热门的Nobel 就是我们教授 邓教授 可是没有拿到 第二个已经有了 你这个大将 大将是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那个已经在纽约排队 是 很多人说大将是中国的苹果 是吗 就有这种创新的品牌 让全球能够趋之入 真的全球都是排队的买它的东西 OK 非常感谢陈校长 谢谢 谢谢您 对话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理工科的教授竟然如此健谈 话题接二连三 充满激情 在他身上 我看到一个科学家对专业的执着与坚持 也感受到了如孩童般满怀好奇的赤子之心 从儿时成长的香港亚公园小村庄 到美国国家工程院这样的一个世界舞台 陈凡昌在不断地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人生不是单行道 陈凡昌因心中所爱执着追求 并不时地随机应变 使得自己和世界变得格外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